大家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这个2005年的时候,我出版了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 叫做Successful Extra Projection to the Space and Universe 我的笔名叫做蓝宝石 我很抱歉,我没办法把它翻成中文 为什么我没办法翻成中文呢? 因为我没有中文软体的软件 而且那个中文整个翻过去要很多的时间 最主要我没有中文软件,所以我没办法翻成国语 所以我就只好用英文出版这本书 那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是2005年的时候 2005年的时候,我正在曼哈顿上班 我在曼哈顿做经理 我在做经理的时候,后来就是因为世贸双达倒塌以后 那个曼哈顿的那个就业市场就萎缩掉了 萎缩掉以后我就被流职停薪了 那流职停薪之后呢,我就没有工作了 那没有工作一年的时候,我就有自己的积蓄 所以后来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我常常去找工作,但是也没有找到工作 因为太多的就业市场就已经萎缩了 那所以我就开始在那个电脑网络上 开始写一些,在讨论版里面写一些文章 用英文写的,这样 那我在讨论版写书的,写我的文章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很多的书迷 讨论的买迷 他们就追着我的文章 就很喜欢看我写的文章 那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看我的文章 我就也常常在那边写 因为我也没事做,因为事业的关系 那其中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有一个讨论版 那个讨论版呢,就是他专门讲那个有关生死的问题 那个死亡的问题 那那个,结果在那个讨论版的时候 我在那边写的时候也是非常畅销的 有非常多人在看,这样 然后还有问我问题,这样 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呢 就认识了一个心理医生 加州的心理医生 他就建议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出来 我就说,我要是写书的话,没有人要看的 他就说,你写书的话,我一定会买,这样 那我就说,好,我就想说他一定是跟我开玩笑 好,所以我就想说,好,我就写一本书,你来买,这样 那他说,好,后来我真的写了,我写了25页 只有25页,这样 他看了以后,他说,这个心理医生人很好 他就说,他说,他做了一件,他说,你写的很好,但是太短了 他说,你是不是写长一点,这样 我说,好,我就写长一点 好,我就写了这本书 然后他也买了这本书,这样 他是我第一个顾客 那我是一直都非常感激他的 我希望他有一天,他会看到我的录影带 然后他会知道,我还是很感激他的 那他那个,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就是这个 这个Dave Armatron DaveArmatron 他是心理医生,这样 那他,呃,他就是鼓励我 就是也鼓励我 所以我就写了我第一本书出来了,这样 那因为这个一本书出来之后 那你不能只有25页吧,对不对 那所以呢,我就一直,就加东加西的 就写了,写了很长了 我就写了一百六十一页出来,写到这么多,这样 然后我写出来以后,我就很高兴了,我就把它出版了,这样 我出版了以后,那个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我出版之后呢,呃,非常的轰动 刚开始的时候很轰动,对 那很轰动,那因为,为什么轰动呢 因为我这个书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呃,是新的 其他的作家都是,呃,旧书了,那我书是新的 那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卖得很好,这样 那后来,可是后来,呃,后来,呃,我就有出现了,呃,这个瘦点的问题 就是,呃,后来就卖得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几个原因,那,呃,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那个其他的作家,哦,他们的书就开始卖得不好 因为我的书卖得好 那我的书卖得好啊,他们就收入就减少了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他们有来攻击我,攻击我的书 就会写我的书很烂的,烂的,什么的 那就变成我的书,就所有的评议都很烂的,哈 那呢,但是,但是,但是呢,你,他们不知道的几点,啊 就是说,这个,这些,呃,技能都是真的,哈 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说,呃,他们有批评我的写述的方法,啊 就是说,呃,就说,嗯,比较浅,我字比较浅 当然啊,我不是,我不是在美国,呃,有博士学位啦 我没有办法写个文章,写得像个博士一样啊,对 那可是他们的文章有比较学的,比较深,比较像博士学位写出来的书 所以他们就批评我的书,就说,呃,就说很幼稚这样啊 那事实上,这个书不是幼稚不幼稚的问题,而是在说实不实用,真的有没有用的问题 那他们的书就没有用,我的书就实在,可是问题是 我因为这样打击了,后来我的书就比较没有名气了 可是这本书啦,那其他的书还是不错,这样 那这本书呢,呃,那个,我因为是我第一本书出来啊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东西是全部讲灵魂出鞘的 那其他的部分是讲我灵魂出鞘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一些那个,比如说你能不能换性啦,换你的性别啊,什么什么的,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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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事情我就讲出来这样 那这本书啊,我为什么会建议你啊,我建议你还是要买书啊,买买书啊,买买书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要买书 因为是这样啊,呃,比如说这本书我是2005年,2005年,2005年所出版的啊,可是你,呃,如果,呃,先给你讲一个笑话啊 如果你很恨你一个人的话啊,你不用去,呃,保护他啊,最简单的话,你就是跟他讲说,哦,你写书,你可以写书啊,你很有天分啊,然后你叫他做个作家,为什么啊,因为做作家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为什么,因为你要编辑啊,编辑以后,然后你要排版,然后你自己要校对啊,这些东西啊,那所以,所以一大堆事情啊,所以那个,那个,很,非常占时间的 因为刚好我,呃,那一年失业啊,所以,所以我就有很多时间,我就开始在写书,这样,这样,那也是一个人生的很大的机遇啊,就这样子啊,也改变了我的一个人生,这样 然后,呃,对,我发现错了,就是,2005年的时候,我就出了出版的第一本书,后来可是科技一直在发达,所以那个,呃,软体,电脑软体一直在进步啊,所以我变成什么样,我跟不,有点跟不上 那个软体,我就一直要买那个英文软体的书啊,呃,来那个,来跟进,所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因为有,因为有,因为你旧的那些文章,有时候没办法转过来 那或是说,你只要一两年,呃,退后就不行啊,那换句话说是怎么样,你像你现在看我的热影带,对不对,那你现在记得说的是,可是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儿子会知道吗? 对,哦,你儿子有看吗?那他可能也有看,哦,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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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恭喜你,哦,那可是他的,你的,你的孙子呢?他看得到吗? 那你,你的孙子看的时候,这些,这个,这个文章啊,不是,这些那个录影带啊,还有那个,那个,呃,那个电子文件的那个文章可能就不见了,对,因为那个,时代一直在推新的关系 但是,只有书可以流传下来的,对,那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好,就是前世王,焚书坑儒啦,那个,呃,中国人,呃,那个,呃,壮烈的历史啦,那很多老祖先很厉害的书啊,都有被毁灭掉,所以,所以,但是也是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 诗人的,诗人流传,对,哦,这也是我写书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说书可以流传的,哦,你可以藏起来的,哦,你可以放起来的,那我刚开始,因为那4月1年的时候呢,我就,嗯,我就自己在卖书,所以我知道谁在买书啊,所以很多那个,嗯,那个什么,图书馆,很多图书馆买我整套书,就是九本书,这样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书,因为跟比其他书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啊,因为我讲的都是灵异的事情,哦,这样,嗯,然后,而且很好玩的事情,哦,这样,那所以很多图书馆就一次就买我九本书,这样,然后,呃,那你,那你,为什么也应该买这,这本书啊,或是我所有的书啊,为什么呢? 书是做的,哦,或是,哦,现在的纸,纸浆是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哦,那,那但是书可以两百年,三百年,对,有时候还五,五,六百年,哦,书还在,对,哦,那你那个,五,三,两,三百年的时候,那个,科技已经进一步到什么地步,你这个,那个,你都不知道要怎么跟进了,对, 那那时候呢,你这个书还在,对,那有些人呢,你有老老土处中,他把那个,这个书啊,放在那个,呃,放在那个,呃,天花板上,哦,放在地窖里面,哦,那你那个,呃,后代姿姿姿姿姿姿姿,那看到这个书,他就很感谢你,说,哇,你看,这些姿姿都还在,哼,对,这个是唯一可以打败这个现代科技的办法,好,就是书,好,书,书就是, 有这个好处,就可以传代的 科技一直在发达 就没办法传代 至少说这个书可以传代的话 你就会 知识生通通可以学得到 所以这就是买书的好处 那我有9本书 我这个书在出版的时候 我只有几本书 因为我一直有改书的内容 我一直有改书的内容 所以这个 林文出校就是这书 所以我后来放进去 要不然跟不上 那这就是为什么 应该要买书的原因 你看,比如说这个 为什么不能自杀 还有为什么我写这本书 还有我一些故事 一些灵异的故事 所以这本书事实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常常会要鼓励大家 鼓励读者 怎么样 更进步 所以这就是买书的原因 比如说你看 如果你有出校有问题 你要跟神求救的话 这这这些 就鼓励你的话 这样 就说 你最好要信神 这样 所以 所以 这就是这个书的目的 希望你能够 能够买我这所有的书 你就可以 私下收藏这所有的书 而且你在买书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你买什么书 对不对 那你这些书都非常有用 可以传代的 然后 我因为有九本书 所以每本书的话题都是不一样的 那事实上都很精彩 那我可以证明 我是这个书的作者 因为我为什么用这个名字 因为我那时候在上班 上班的时候 我在曼哈顿做经理 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在写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没办法抛头露面 那个时候 那我现在可以 我现在比较空闲 这样 那我 只好用笔名 所以我 取了这个 蓝宝石这个字 这个名字 那我现在证明 就是说 呃 这个书是我写的 给你看 呃 对 我还是卖个关子 卖个关子给你看 跟你玩个游戏 我也是故意的 我写这九本书的时候 我有把我的名字 我真正的 呃 名字写在里面 嗯 可是英文的 英文的名字 这样 那那那 在哪一页呢 你要 你要买我的书 你才 会真正知道 那你 你会发现 九本书里面 只有一个名字 通通是一样的 好 那个 那个名字就是我真正的名字 好 好 那谢谢你啊 你看 嗯 他说你要 我就是说你要 在上帝面前要 要 要 签功了 好 谢谢你 就是这样 就是我这个 这本书非常有用 你可以传代的 你就可以留下来 好 好 谢谢你观赏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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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